Hello 大家好 Rare1です 好 我們這一次黃金洲活動 超極限制覺醒的人選 大家都是知道啦 就是這一張小苦無嘛 那麼在剛剛不久前 他的能力已經正式放出來了 可以說是完完全全做了一個大改造啦 然後強化幅度 有一點點的小誇張 超山霧天克斯 超山龍泉悟空啦 在他面前感覺就落了一些血 就落了一些血 對比起來 呀 輔助角色官方還真的是蠻敢給的 這個就覺得很棒 對未來啦 超級限制覺醒的角色來講的話 更加更加的期待了 那麼這邊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一張小苦他的超級限制覺醒的能力 到底取到什麼樣式吧 OK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其他三維數值什麼的就跟原本一樣 隊長技必殺也沒有任何的更動 主要就是被動啦 這個大家也是知道嘛 超級限制只有被動有做改善 那麼大家可以看得到 OK 首先就是自身攻防 150%提升 然後 會心以及減傷 加20% 那麼看到有減傷 大家就應該會蠻開心的啦 那麼接著的話就是 必殺發動時 攻防 250%提升 這個 給到的這個 趴數 真的是 很 可惜 250% 所以只要有 Extra的其他輔助帶上去的話 他所獲得的能力加成 將會變到 更加的 高啦 然後再來就是 重點 也就是他的 輔助能力 變到更猛 原本是血量 80%以上 那麼這邊官方就有稍微修改了一點 更加的優化 血量 70%以上 就有全顏氣力加2 攻防 50%的提升 這麼個樣子 那麼接著的話就是 超系的角色啦 會Extra獲得 氣力加1 攻防加10% 也就是TOTAL 60% 跟氣力加3 那麼如果是 極系的角色的話 會Extra氣力加2 攻防20% 那麼TOTAL會去到 70%的 攻防輔助 for其系的角色 以及氣力加4 那麼 對對我來說 他又沒有任何的限制嘛 這個小普 就是全員 就可以直接獲得 像這樣子的輔助啦 真的是 很可怕 然後 他有這個變身強化的 這個類別嘛 可以 進到九周年布羅利的隊伍 你想想一下 布羅利Extra 獲得 70%的那個 輔助加成 會去到多麼的恐怖 這個就 不用說了吧 對於極系的隊伍來講的話 這一張輔助 真的是會帶來 很不一樣的體驗啦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血量69%以下的話 我們獲得的加成就會稍微下降啦 全年氣力加1 攻防30%提升 那麼如果是超系的話 氣力加1 就是這個樣子 只能獲得30%輔助啦 但是如果是極系的話 可以Extra再獲得 氣力加1 以及攻防20% 所以DOTAL到來還是有50%的攻防 跟氣力加2 對於極系的加強來說 這一張角色是絕對死實在在啦 極系未來啦 只要他能入隊啦 大概應該都是會直接把他給保存著啦 非常非常的有用 OK然後再來的話 也算是其中一個重點 戰鬥中 每受到兩次攻擊 會心以及減傷會加20% 最大40% 也就是說他的減傷 最大可以去到60% 哇大家想想一下這個60%的減傷 すごい気持 而且這個是屬於常駐的嘛 像小屁孩那兩張的話 需要行動過後才有去到80% 而且本身的防禦力沒有這麼高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趴數嘛 150再加250 然後再加假設血量70% 70% 那麼 那個趴數就會很高 雖然說有一點想要可惜 就是必殺上面就沒有Extra的增加 但是 不錯的防禦力配上60%減傷的話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扛普攻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然後 只要敵方的攻擊沒有高到一定程度的話 他也能扛下來 要不然配合一個40%的Wiz 直接100%的減傷 那麼就是直接無敵的輔助角色 這張未來可以支撐著走到 非常非常的遠啦 嗯 那麼再來就是 戰鬥中 每受到兩次攻擊 回合結束時血量會恢復10% 每回合最大一次 這個是要重新被打過去計算啦 每一次收到 然後戰鬥中這個減傷的話 算是 按照描述來講的話 是屬於常駐的啦 這個就真的是 足夠足夠的強悍啦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最大加成 假設血量70%以下的話 以上的話呢 攻擊會有 1020% 防疫行動後是 1020% 再加上最大60%的減傷 這個趴數看著有一點爽 可是就是三維啦 他偏低一點 因為即使是彩星 100% 也才 1萬 200多 然後這個因為是講說他是 7000平均值啦 所以如果沒有開路的話 對他影響其實還蠻大的 那麼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實際數值是長得這個樣子啦 這邊連結算是普屋系列的連結啦 攻擊60%左右 然後防疫25%到40%之間 所以我這邊是取得比較小的值啦 就60%跟25%這個商家就好了 那麼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得到他的強度啦 OK 財星狀態當然數值是漂亮的啦 血量70%以上的話 1400 那麼如果是有做到連擊的話 那麼就2800萬 再配合他的60%會行 那麼這個破5000萬的火力 都還是有機會的啦 假設連擊點到高的話 主連擊負迴避可能可以這麼個去點法啦 但是因為需要被打 老實說這個迴避早期我全部去點成迴避現在啦 我有一一點點的小後悔啦 所以這個後續我應該會把他的迴避給改掉啦 因為狐地獄 實在是不太確定要不要把他保留下來 這個等之後使用過後再來感受一下 因為必須要被打才可以把他減傷弄上去 然後迴避如果保持住的話 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麼防疫力的話大家看 其實不管是70%或者69%以下啦 其實差距很小 因為也就是那20%的差距啦 行動前 20.4萬 行動後 71.4萬 如果才行動態啦 即使是比較低的狀態啦 行動前也是有19.1萬跟 或者就是66.9萬行動過後的防疫力 那麼再配上那個最高60%減傷的情況下 他的扛傷能力是相當足夠啦 那個是回到55%這邊來看的話啦 就是沒開路的情況下 行動後 45.9萬跟43萬左右的防疫力 就是有一點偏低啦 那麼在扛傷能力這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我這邊是假設血量 70%以上的防疫力啦 所以大家就看這 45.9萬跟 71.4萬這邊的防疫力來看啦 可以全扛的話啦 55%是 115萬的那個傷害 然後如果是100%這邊 踩行狀態是180萬 180萬都可以全扛啦 在行動過後 那麼如果是被266萬的攻擊 必殺來敲的話啦 這個55%就是直接扛不住啦 踩行的話 他就只扣一個35萬 那麼如果是被300萬的攻擊 扛到的話 那麼就扣得更多 360萬的話就完全扛不住啦 就需要配合道具 去到100%的減傷 那麼就成為一個 無敵的狀態的樣子 OK啦以上 這個就是我們的小浦超級限之後的能力 絕對的強悍啦 但是在潛能點上面啦 我目前還是有點小猶豫啦 應該是主聯機 然後看 負回避一些啦 可是走的就是很怕聊 你擦那一下的話啦 變到你的那個減傷沒有去到最大值 很討厭的這個 他如果是講回避也是有獲得的話 那就會更好 所以這邊 可能就要稍微 另外做一點取捨了啦 For這個回避這邊 目前還沒有 很好的想法 不過應該就是 防疫一定是要的啦 防疫越高對於減傷角色是越好的 那麼剩下的可能 其實這邊的話 全部給 防疫也是OK 因為不知道大家 記得沒有 有一個 那個技能力 它是全部都是可以加防的 這個 金技能力 銀技能力都加防 那個給上去也是Alright的啦 600 好像是600再加900這個樣子 魔人普無篇專用的 還有那個 邪惡龍 霸宗年的時候給到的 可能就 這張可以給到他 這樣也是好用 因為反正 這張是屬於輔助角色 我們比較重要的就是他的 扛傷能力啦 所以這個樣子來用也是OK 因為去到沒有 Boss Carrack的 那個連結的 那個 隊伍的話 那麼防疫力的加持 對他就更重要 像剛才講到的那個 布羅利的話 關卡 嗯 然後他可以進到的這個 隊伍也算是還蠻多啦 然後算是我們的 呃 那個叫什麼了 呀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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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Zamas Zamas的隊伍也是可以進啦 那個也算是還蠻合適的 OK啦 就是這樣 然後他的極限在 自棋的話 哇這個老實說就 應該是20號啦 按照他這邊這樣子來形容的話 因為他這邊只是講 5月20 一時的那個 就 一時間他不能用 然後過後就可以了嘛 然後這個紅麒這邊也是這麼個樣子的寫法 然後紅麒啦 在這個 公告這一邊是直接說20號 3點就馬上開上來了 大概率應該就是當天就可以直接集結 也就是星期一明天啦 OK啦 那麼就讓我們期待一下 雖然說龍石給的少 但是能力 給的很給力啦 好啦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ama Tani 拜拜